第九次上課,所以請各位 務必要把你這個 從第一次上課到今天為止的作業 繳交到雲端上面 那繳交的步驟,第一個先連到我們的 雲端 第二個的話找到 雲端上面會有一個資料夾 我把這個資料夾建立了,叫作業上傳 我再確認一下好了,因為 有些部分的話我是把它共用 你們共用部分的話 假如要能夠上傳作業的話 一定要是編輯者 如果是編輯者的話 你就可以讓別人 傳資料到你的雲端上面去 所以我已經確定是編輯者 第二件事的話,請各位打開這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裡面的話,請各位就是 待會兒你可以先建立自己的資料夾 那鍵的方式按右鍵 然後這邊有個新資料夾 OK,或者是這邊有個新增 新增資料夾這邊也一樣 我的習慣是按右鍵,右鍵新增資料夾 那資料夾的名稱 請各位就輸入你的 你的編號 比如你是1號的話 就 某某某,你就輸入你的名字 OK 那輸入完之後 反正就是你的編號 你的座號跟你的名字 OK,按建立 那建立完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 雲端就會產生一個資料夾 然後資料夾打開之後的話 那再來就可以把作業傳到裡面來 那傳的方法呢 我習慣還是按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 這邊有個什麼上傳檔案 然後 你就把那個之前 我們練習的那個 我是放在 這個 低疊底下嘛 所以你就找到低疊底下的那個 Python 這個 2021 你把它打開來 然後呢 你就把 這些啦 反正你做多少 如果你全部都是 Ctrl A 全選 然後你就按開啟 他就 把這個 所有的作業 通通都 上傳到你的 這個資料夾裡面去了 大概這樣子 如果說今天或者是 下一次上課 也有新的作業 一樣你就按右鍵 再上傳檔案 把那個新的那個 有更新過的那個檔案 再把它 上傳上來 OK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 作業腳腳部分 OK 那 這個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 那 當然這個這個部分的話 主要是要知道說大家練習的狀況 OK 然後如果說 你自己有那個 就是反正你 如果有額外的作業練習啦 反正你也把它傳上來 那至少我知道說 你這個 部分的話 有多做 OK 那如果當你如果 動作比較慢 或者是你有些練習還沒有完善的話 沒關係 你就先 反正你有做多少 你就傳多少 至少讓我知道說 你有跟上 上課啦 因為其實我一直強調 這門課程 蠻重要一點 就是說一定要實作 因為如果你沒有實作的話 真的很多地方 不確定你到底會不會 因為用眼睛看 真的沒辦法 真的完全學會啦 因為 像程式的部分 當然 我還是比較強調實作 你如果做出來 等於是你真的會啦 OK 會了你自然而然 你可以把那個 就是 理論的部分 講得很透徹 OK 所以 待會第一步 我已經看到有些同學已經開始 開始上傳了 OK 這個是 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當然 原則上我們還是 把那個 每一次上課 因為現在已經倒數第二次啦 每一次上課的影片 我是把它放在論壇裡面 所以總共1到8次 所以呢 你假如前面的一些作業 實在是 做不太出來 或者是有缺的 那我想請各位就是自行在觀看那個 之前的影片 從第1次 到第8次 那每一次只要有做練習 你就 把它存檔 存檔之後上傳 大概就這樣子 那影片部分的話 再點擊 就可以看到 然後 基本上呢 就是等於是 每一次上課 就是一個播放清單 那這個播放清單當然啦 其實我想YouTube現在應該 大家 不會很陌生啦 反正 那這種學習方式好處就是說 確保你一定是要學會啦 剩下就是你要花時間而已 因為其實 把程式 寫好真的是 蠻花時間的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每個地方 都不能錯 哪怕你只是 一個小小的地方 像同學常常會反應說 老師為什麼 我寫的好像都跟 好像跟你都 一模一樣 那為什麼 我執行是錯誤的 其實好像 那當然 模擬兩可 就一定是有問題的 你一定要確保 每個地方 都是對的 OK 所以如果 你假如說 有一點點地方 不太清楚 為什麼的話 請各位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每個地方 都是 都是 真的 真的 真的懂的 OK 尤其像回圈 我發現很多同學 很多會卡在回圈 只要是寫回圈 就容易出錯 出錯不知道哪裡錯 那當然另外 那個 這個Spider的環境 他也會告訴你哪裡錯 不過你可能要慢慢習慣 就是說 他那個 錯誤訊息 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這個當然就是 出錯的一個經驗值 如果你的經驗值夠高的話 其實一眼就可以馬上看出來 因為我們常常寫啦 所以寫久了一看 大概就知道哪裡有錯誤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有關作業繳交 第二個的話呢 每一次上課的影片 我都把它放到論壇 那回去的話 只要你有部分作業不太熟悉的話 請自行再回去複習一下 那另外的話 上次上課 主要是講有關串列啦 串列部分當然 如果證照考試部分 一到五類是不考 第六類才有考 OK 所以 那當然你如果 講到Python 不懂串列啦 其實你是不太 不算真的學會Python OK 所以呢 順便講 另外的話還有有關什麼呢 就是檔案讀取 也就是說呢 我可以透過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F等於open 後面的話給他 檔名 給他 你要讀還是要寫 這樣的話可以做一個 很簡單的檔案 開跟 跟存 OK 那這個寫法我是覺得還蠻直覺的 而且 很不需要特別去背他啦 那當然呢 這個部分還是要反覆練習 那怎麼樣把那個外部的資料 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的話呢 放在串列裡面 OK 那串列裡面的話呢在做切割啦等等的 那最後的話呢把它顯示出來 那除了顯示之外的話 還可以把它存檔 OK 存檔的話我前面講過啦 你可以 用那個 這個 Write 這個 Write的這個方法 可以把那個 這個檔案給 把那個 變數呢 寫到檔案裡面去 OK 那當然除了寫到檔案之外 也可以寫到資料庫啦 不過資料庫部分 這也許到下一階段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後面我們還有其他課程 也會 講到這部分 所以如果你想要進一步 再更了解Python的話 後面其實還有兩階段的課程 包含就是 VBA到Python 會講到資料庫跟爬充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好像進階的 就是 在講到爬充跟視覺化的那個 這個報表輸出啦 OK 那不過呢 前提可能還是需要把這個 Python的基本 先了解一下 這個部分 大概是這樣 那今天的話呢 也許我們就是 再接著來看 有關 就是那個 這個這個證照考試後面的部分 所以呢 待會的話 一樣我把它切到那個 我們這個 這個雲端上面的 這個證照考試部分 OK 那今天的話呢 也許啦 我們就是接著繼續把後面 那個沒有還 第4跟第5類還沒講完的部分 接著繼續來看 所以 請各位待會開啟 這個 4題第4類 那第4類裡面的話呢 就是 這個第406 406題 所以待會的話請各位 把那個第406題 稍微看一下 這個 這也是我們上一次 講到的啦 那題目部分就是叫 不定數 回圈 那其實啊 如果不定數回圈 顧名思義嘛 我前面講過 4回圈是有定數的 那如果不定數的話 就壞耳回圈 所以其實這一題 重點就是 請你用 壞耳回圈 那其實我還蠻習慣喔 反正不管怎麼樣 先壞耳冒號再說 那第二個的話呢 壞耳冒號就是 不定數的 反正你就一直跑 但是 裡面一定要 brake brake就跳開 那什麼什麼地方放brake 就是在邏輯判斷裡面放brake 然後呢讓他做計算 所以這個題目應該什麼 不定數 然後呢 BMI BMI需要什麼東西呢 需要身高 需要體重 所以也許身高 把它丟到那個 H H變數好了 體重的話呢 放在W變數裡面 然後做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他是不是-9999 就是4的話呢 那就brake OK 不是的話呢 我們就是針對他輸入的那個身高跟體重 做判斷 判斷部分他還有 還有一些 條件 第一個的話呢 先把BMI先算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 針對BMI 做 4重的 這個邏輯判斷 也就是如果他BMI 小於18.5 那就是過輕 OK 如果 18.5到25 那就 normal 一般 然後 再來就是 25到30 是過重 肥胖的話 就是大於30 大概是這樣 BMI這個前面我們有講講過 就是什麼呢 這是 他這邊的 這個公式 這邊有 就是 體重 除以身高 而且是米 的平方 這是得到BMI 然後他要得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所以如果要小數點第二位數的話 那我們想到 用什麼 用format OK 然後 其他大概是這樣子 也就是底下有一個範例 輸入 輸出 輸入的話呢 輸入身高176 體重80 得到BMI 然後得到一個什麼 得到一個state 就是 平宇 然後 不定數 還可以繼續輸入 所以繼續輸入 就是 170 體重100 那就 這個肥胖 然後直到輸入-9999 那就什麼 Break 那就跳離了 OK 如果假如 按照這樣的程式邏輯 比如說他已經 假設了 你就看完了之後 你就可以很 很直覺的 直接怎麼樣 開一個 新的文件 這樣考試也是一樣 那考試的話 他是讓你去開一個檔 然後如果你可以 開始把剛剛看到的這個 他要的這個程式邏輯 照著把它打出來的話 那表示 你應該是學會的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第一個的話 把那個 雲端的那個 部分 作業先建一個那個資料夾 OK 來 那我先把畫面 停止共用一下 齁 好